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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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暖其实是跟东不东北没啥关系 对东北也有很多怕冷的 但是这个通常大家都是小的时候不怕冷 觉得冷一点没事 假如说你小的时候经常会这个膝盖啊 冻到的话其实这个将来会痛 尽量还是对自己身体好的 把自己身体当成战友 照顾他好一点 他将来就能陪你一起战斗的久一点 有点怕 这是来自一个 全有体会的人 PPT其实一点都不难做 一点都不难做 PPT它是一个载体 你看你想做的内容是什么 PPT这个东西就是 你到网上估计有200块钱包学包会的 我一定有 你这个东西就相当于你给你一张纸 你要为网上那个写什么东西 那东西内容才觉得 就大家可能被都被视频误导了 其实诺米提是一个很很温柔的女生 他不会动 什么的 他经常做的动作 他经常做的动作 那就是 我中在你 我 对 就看着就是他经常做的动作 其实都还好吧 对 可能鼠窗会会变 因为鼠窗会也是我比较稳定的一场 而且 其实关于刚刚因缘的问题 就 因为很多人 包括其实有 就是工作人员也在问 你要不要出镜 但我觉得说他还不够 还稍微再 在等 在 我自己也在等 在等一个我觉得 他合适的时间 因为其实本来我们学校就会有一些音乐剧的合作 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 剧目课要去排剧的 那其实这也是作为音乐剧的学生 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经历 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呃 在学校那段时间 我还是会去排剧目 因为就是要做的 然后其他的 或者说 我毕业以后 可能要不要演音乐剧 那就等我可能再大一点 我大四 大三 那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或者说 我能力能不能演音乐剧 对 就我没有一个目标 单纯的只是喜欢 所以才去做 然后 嗯 发照片也只是因为拍了 对 所以才会频繁的去发 对 大家不要想多 啊 我确实定可 对 我听讲 你挣扎什么呢 说什么他们都觉得 你狡辩 对 你狡辩 你可视新分 我确实能感觉到 今年的进步 确实很多 但是 本身我在去节目之前 我就是会去写旋律 但是只不过 当时可能 节目当中 我自己都忘了自己会唱 所以当初来那段时间很忙 可能也没有去管这些事情 然后还就是可能确实在那段时间 有点迷失自己 我认为就是我就只能 rap 然后加的都是说唱 就纯说唱那种 那后面我 后来我觉得 我何不找回当初那个自己 就是我原本 我就是会写旋律 也考虑了 不是每首歌都适合加说唱 然后这一次 在创作当中 像焦虑这首歌 我就没有参加创作 没有参与任何唱歌 歌词还有歌曲 作曲 我都没有参加 我会觉得那首歌 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了 我就可能就不会加说唱 这样子 但是在其他歌我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然后如果我可以觉得加了以后 是会让它更好听 然后更加分的话 我觉得那我可以去尝试 对 有点紧张 因为我没有去过那里 我就不熟悉 然后他那边也说 欧美国家 然后我也不太了解 会有紧张 包括一个人生活这种的 也要自己照顾自己 我一般忙的话就也不调整 看着时间走 看着行程不要走 尽量不要迟到吧 我会选择下雨和电影 还有书籍 因为下雨的时候 你会很有氛围的 会弹琴会比较有氛围 然后其他都是你的故事的来源 我对造型这个事我觉得挺随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行 眼镜 墨镜 我觉得怎么样都行 长胖了呀 大概十五十六斤 我躺平我不是躺 躺平跟躺 我觉得不是一个概念吧 我觉得躺平 可能是更佛系一点 更自在一点 我就红花绿月这个事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个team 肯定是要有人 就是比如说 每个人负责的东西都不一样呀 我们是要去为这首歌负责任 对对对 我们是不是说 怎么样 你要去做一个什么事情 而是说 我们去做一件事 我们需要对这个东西负责任 我们的分工是怎么样 而且就是比如说一首歌的话 你没必要飞的也就是这块你就得你来呀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五个人一个team 然后能为这个歌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已经很好了 对 我觉得我好胜心应该就是跟自己吧 我觉得我很少跟别人来比较 那块比我好 一般情况其实跟自己比较吧 我觉得我比去年厉害了一点点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 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没什么好比的 对我就自娱自乐 我们其实之前没有参加过换钩大军 然后但我们就买一些日化用品吧 抽纸然后纸巾这些 猫凉 对猫凉猫刷这些 对猫凉猫刷这些